每次我們行動任務之前 他一定會出毛病 頭痛 肚子痛 找不到人 王思宜 你去哪裡啊 我上廁所啊 你腸胃是有預精能力喔 每一次要出任務 你就拉肚子 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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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三秒鐘的命運 大隊長已經交代下來囉 最好是讓他今年的烤雞油溫 用槍要領你已經在練習了 暫時用槍施機 是由我來決定 大家好 歡迎收看《異想世界》 我是張凱英 《甜蜜沙雞》投下今年 農曆春節假期的首刻 國片《震撼彈》 今天非常榮幸邀請到劇組人員 來到現場 首先為大家介紹 林毅錡導演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甜蜜沙雞》的導演 林毅錡 接下來為大家介紹 《甜蜜沙雞》的演員 Bibi 杜妍 歡迎來到《異想世界》 哈囉 大家好 我是Bibi 我們說小蓮導演其實在兩年前 才推出了《人生》當中的首部電影劇情長片《命運化妝師》 那這一次就是在不久隔了兩年之後 就推出了第二部劇情長片《甜蜜沙雞》 其實大家看到的時候都非常的驚喜 因為是我們國片素材裡面 就是類型比較少見的警匪喜劇 可不可以請小蓮導演先幫我們就是分享一下 就是你在電影創作的路上 對這個類型部分的選擇或想法是怎麼樣 其實沒有說很刻意的規劃 應該這樣講 那這一次剛好景飛喜劇是 因為《命運化妝師》 我們最早 我跟編劇余上明 我們最想做都是懸疑推理的題材 只是這個題材在臺灣可能 大家會顧慮比較多 比如說各方面 投資人啊 就是各個環節在電影這個產業 我認識我們要做這樣 大家會比較擔心 純懸疑推理的題材 懸疑推理的觀眾 對國片觀眾來說 好像他們比較難想像 或者比較難 就市場群可能沒那麼大 所以做完《命運化妝師》之後 我們還想做這樣推理的題材 我們是在想 還可以怎麼做 或者怎麼樣去轉換這個題材 讓觀眾可能會覺得有興趣一點 然後後來才開始有喜劇 本來這個案子最早也只是警匪推理 是 那可是就是導演雖然說 就是一開始你是想要走比較純粹的 警匪推理片 可是到最後又加進了喜劇的嚴肅 那每一條線其實都非常的那個 就是錯綜複雜 是怎麼樣就是發展出 就是這麼多線性的複雜的劇本 你的靈感都是從哪裡來的 其實就是跟邊劇邊討論邊想的 就是最早我們要從警匪推理 轉到喜劇的過程有很多討論 就是可以用什麼各種 有什麼樣的形式可以跟觀眾 有一個新的就是大家會覺得 這個好像比較特別有興趣這樣子 因為警匪推理雖然台灣很少做 可是因為太多很多好萊塢電影日本片 他們都做非常純熟了 那我們就在想怎麼樣可以讓觀眾覺得 這個好像新一點 然後又比較像台灣 有可能在台灣的故事 喜劇真的是最後才想到了 我們本來譬如說有想到運動推理 運動推理 因為我們在改劇本的時候 曾雅尼最紅 我們想說從一顆高爾夫球 引發的命案 喔 瞭解 就是把這個時事要加進來 就是怎麼樣讓 對 因為那個時候是曾雅尼非常紅的時候 那棒球已經有很多人做過 覺得高爾夫球在台灣 好像也沒有人拍過 是 所以我們才想說可以用高爾夫球球桿 這都蠻容易引發命案的 對 才從這邊去轉換 說怎麼樣 說不定從這樣可以變成一個 那個懸疑片的題材 跟運動綁在一起 但是這也只是想一想 在討論過程很快也就過去了 後來才覺得 也許喜劇是最好的轉換方式 就是大家輕鬆 那時候我們也覺得柯南 每年在台灣還是很固定的觀眾群 我們自己在看那個 一些票房啊 數據啊 資料 對 就是柯南是有固定觀眾群 我們講那 也許柯南是我們一個很好的 你說學的對象 這樣去做一個比較 在日本推理來說 比較像本格推理 死亡不是一個可怕的事情 簡單說這樣講有點怪啦 但在推理的那個範圍裡 是有這樣子的 他把死亡只是當成一個故事推進的方法 對 那比較像那種社會寫時 或者是社會派的 就是在講死亡背後的意義 那就會比較嚴肅 那我們才覺得 也許試試看 所謂的本格推理的方式 那那個跟喜劇好像比較容易 結合在一起 對 那最後是怎麼樣 就是這一顆 本來應該擁有的高爾夫球 變成了一塊就是巧克力吧 什麼樣這樣子轉換過來的 其實片名也叫做sweet alibis 對不對 對 其實巧克力是 這就是比較喜劇的元素 因為故事就是講 一個牢鳥警察 就是蘇如鵬演的牢鳥警察 跟一個菜鳥 一個署長的女兒 署長女兒就是想要 很想要立功的 對 兩個人的搭檔 對 那因為林毅成演的那個 高一萍這個女警官 是署長的女兒 所以署長就是想盡辦法 不能讓女兒危險 所以讓一個讓他跟一個 很會躲視的警察 對 做搭檔 那他們去辦的第一個案子 當然就是不會有危險的嘛 那也是命案 我們在想那什麼命案可以 好像沒那麼危險 然後就覺得也許是寵物 因為我本身沒有養寵物啦 所以我當我記得我第一次 聽到人家說狗吃巧克力會 可能會死掉 我非常驚訝 就是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那我就把這個東西放在我劇情裡 這樣子 也是就是從生活當中 就是獲取靈感這樣子 對對對 所以他們就是去辦一個命案 是狗的命案 我覺得這個起點是還 還蠻不錯的一個契機 比較喜劇的調性 雖然其實 面對動物也是很殘忍一件事 對 但是其實剛剛小蓮導演說 這個片子裡面其實有十二個角色嘛 對對對 那其實要說甜蜜殺雞 要很成功的一個部分 其實也是演員這一點 其實演員的塑造非常的立體 那演員演得也非常的到位 那可不可以就是請小蓮導演 幫我們介紹你就是塑造幾個角色 然後是怎麼樣跟這個 其實就是老中青 剛剛講的老中青三代的演員 通通都有合作 然後怎麼樣就是個別去讓他們 就是各司其職這一塊 就是你可以先舉幾個 你覺得裡面你覺得你自己投入了很多的心血 覺得很特別的角色 介紹給大家 我先講我自己最最喜歡的角色 喜歡的角色 就是狼姐演的那個角色 洪姐 那我最喜歡的原因是我們劇本 中間有兩三個月 卡了非常久 就是一直重寫一直重寫 寫到那個編劇上民跟我都快瘋掉 就是覺得完蛋了又要重來了 就是我們從警匪推理到變警匪喜劇 這個過程已經花了半年 很痛苦了 對然後寫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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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半又卡住 然後那時候非常痛苦 就覺得完蛋了 又要重 就覺得好像又要重來那種 就是踢到鐵板又要再重頭這樣 有不好的預感 然後後來一直到我們他討論 出現了洪姐這個角色 一切就找到好像找到方向 一切都那個整個座標都出來了 就後面的進展就比較快 對那我喜歡這個角色 我覺得跟這個可能有很大原因 他是我們的救星 就是我們在寫劇本的時候 他是個救星 那那時候 所以我自己非常喜歡這個角色 那這角色有點特別是 他在劇中幾乎沒有對白 對 然後找郎姐演一開始 因為之前沒合作過 也不認識 然後又是前輩 就是比較以前都是那種 在台下看著台上的他的那種狀態 對然後又是老前輩 又是一個這麼專業的 對表演有經驗的 那一定會擔心是 他會覺得我們這個戲是在亂搞 就是在給他看劇本的時候 一開始會擔心啦 是 但是 好險就是我想太多 因為郎姐一看完劇本 覺得很有趣 就特別他覺得 我本來覺得沒台詞這件事 對他來說是最有趣的 對 對那這個都是我意料之外 反而他一開始看劇本 他就很深入地討論一些角色的細節 因為我裡面有安排一個 一個算道具 就是他常常在織毛巾 織圍巾這樣子 對 對那那個東西其實我沒有什麼研究 只是我們覺得 讓這個角色這樣子好像比較好看 比較浪漫 但是他就會問我想到 那個圍巾該怎麼織 是什麼織法 因為郎姐對 幫真的這樣子 對 他對織圍巾非常有研究 然後他就講很多細節 我才說那我趕快要回去研究一下 好幾個角色 當初誤打誤撞是說 我當初寫這劇本的時候 我真的想的是 Bride Peter 雖然我每次講這個 大家都覺得我是 我在亂講 對 這樣吳中天會覺得很開心 這樣子 多謝 作詞